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少人感到可惜 因此市政府选在父亲节晚上 在国门广场推出 具有基隆元素的小水滴作品 既是装置艺术 也是可以玩得不倒翁 让广场上增添新的风情 巨大的小水滴 出现在国门广场 小朋友开心的铺上前 一下子推倒 立刻又弹回来 玩得不亦乐乎 孩子们玩得乐在其中 大人们精进欣赏 国门广场上 夜晚变得很有风情 12个小水滴装置艺术 夜晚还会发光 突然出现在金融港边 伴随着栩栩微风 成了孩子们玩耍的新乐园 就很安全 对小朋友就 感觉很好玩的样子 很新奇吧 没看过因为我的小朋友还小 对啊 就觉得很新奇很好玩的 装置艺术呢 原先基本上是不能碰的 不过我们这个水滴的装置艺术 在这里呢 非常适合小朋友跟家长来这边 可以碰 而且就是这个水滴 好像布导翁一样 都会弹起来 所以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充满童趣和梦想的作品 小水滴 融入基隆的宇都和海洋的意象 经过城市博览会之后 大受欢迎 深福选在8月8号父亲节晚上 将小水滴 一致在国门广场重新呈现 陪大家一起欢度父亲节 在国门广场这个地方 大家很喜欢这个绿色的草皮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呢 在夏天的晚上很多的民众 其实很轻松的坐在国门广场的草地 然后小朋友在旁边跑跳在游戏 说实在是一个很欢乐 很疗愈的画面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透过文化局我们把本来放在我们的大沙湾历史园区 城博会期间的一个装饰的艺术 叫做小水滴的这个作品 我们把它重新的去做了一些整理 然后把它在国门广场这边来重新设置 那你会发现这个小水滴放在这个国门广场上面 其实已经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跟这些雨滴来互动 而且晚上当这个天暗了之后 它还会有这个灯光 所以我们也让整个国门广场 在夜晚增添了它的气氛还有颜色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做法 让更多的民众在国门广场这边来休息 然后使用这个海港的一个旁边的一个空间 让这个地方充满欢乐也充满了这个小朋友的欢笑 过去的装置艺术大概都是硬性的 但其实爸爸的心很柔软 我们今天在爸爸节的时候推出这个活动 希望帮爸爸来照顾所有的小朋友 然后用这个像大海一样柔软的心 来这个草地上能够跟大家互动 不过因为我们艺术装置它还是很容易坏掉 所以希望大家温柔的对待它 然后也互相提醒一下不要半倒脚步 希望国门广场都可以为大家成为一个 大家都喜欢的一个游乐场所 这样的艺术元素我想会让我们广场更加的丰富有趣 那今天也是父亲节 这些小水滴不仅仅是艺术装置 也不仅仅是小水滴的意象 它可能也是可以看成是我们父亲 非常辛苦的流下来的汗水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也希望在今天这个小水滴的装置艺术 让小朋友跟家人可以参与 也祝福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新的意象亮相 不但让孩子玩得尽兴 也让广场增添新的风情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根据媒体一份针对基隆市选情的最新民调 在施政满意度部分 基隆市长林又昌仍然有超过七成的市民 对施政成果感到满意 年底市长选举蔡适应支持度 则是略为领先对手谢国良 对此林又昌和蔡适应如何回应呢 一起来关心 在道长的引导下 基隆市长林又昌 副市长林永发 与多位市府一级主管 持相绕行共评祈福 这是基隆市政府普渡现场 对于媒体最新民调显示 基隆市长市政满意度 持续成长居高不下 林又昌除了感谢市民支持 也强调将继续努力 把握每一天为基隆做更多事 我想基隆的进步跟改变 不止我们基隆市民有感 我想全国各县市 大家也肯定基隆 那其实我最重要的一个态度 就是做好做满 那一直到最后卸任的一天 那把握住每一分每一刻 那为基隆市民 大家多来奋斗跟努力 所以我想我们不只是 在前阵子的城市博览会 其实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 我们都陆陆续续 还有许多的重大的一个建设 还有市政的一个成果 即将完成 包括我们地标树梯 基隆塔 甚至包括我们整个 国门广场周边的一个 进一步的一个改造 我们的城区转移站 火车站的旧车站等等 我想市民大家都有 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 另外针对年底基隆市长选举 最新民调也显示 蔡世英为辅领先谢国良 对此林又昌表示 他与蔡世英联手合作 让基隆退变 成绩有目共睹 也获市民肯定 因此再次强调 蔡世英是最适合 接棒基隆市政的人选 因为我相信所有市民 大家都希望基隆的进步跟改变 能够延续下去 那这几年 蔡世英委员跟市政府通力合作 所以我们在推动的 各项的重大建设 我相信他都了然于胸 那并且跟市政府 我们的相关局处的一个合作 也都非常的熟认 很有默契 所以我相信 这个也可以无缝来接轨 所以对年底的一个选战 因为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那所有候选人 因为选嫌宇能 大家都应该提出 最好的一个政策 来争取市民的一个认同跟支持 那我对年底的胜选 是有高度的信心 蔡世英也有信心 能持续林佑昌的施政方向 让基隆未来更为进步发展 我们自己内部做的几次分析 以及这个民调里面 都充分的展现出来说 第一个 过去这几年来市长 市英跟佑昌市长合作 基隆的进步 获得基隆市民高满意度的一个评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民调里面也表现出 所有的候选人以面 也认为市英是最有能力 能够继续来带领基隆往前进的人 那第三个就是说 所有的市民对于说这样的想法 是认为需求要被维持住的 那市英也能够继续做下去 让基隆不走回头路 所以我想 民调的一个公布 当然我们都会认真来看待 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另外中共围台军演的做法 蔡智英强调 身为首都生活圈市长候选人 都应该勇于发声捍卫国家与市民安全 他质疑对手是否因为家族在中国的大量投资 因此不敢对中国表达抗议 尤其这一次演习范围就在北方三岛 身为基隆市长参选人 更应该站出来为渔民发声捍卫市民权利 这一点绝不能退缩 记者张旗辰 基隆报导 随着都市进步发展 基隆市议会相当关心电感地下化的问题 同时也希望强化供电设备 减少停电的问题 因此特地安排考察参访台电基隆区处 基隆区处也表示 基隆市目前地下化 平均达到46% 会逐步继续推进 而这几年来 供电设备的强化和107年相比 也让停电的问题减少一半 随着都市进步发展 基隆市议会相当关心电感地下化的问题 同时也希望强化供电设备 减少停电 因此特地安排考察 参访台电基隆区处 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然后吸收到很多的这个选民所迫 然后再关心 第一项就是刚刚我们处长提到的 电感地下化的问题 第二就是 是为了用电量的需求 然后不足的时候 怕一直在跳电跳电 所以这是我们所有民意代表的这个资责 基隆区处也表示 基隆市目前地下化平均达到46% 会逐年继续推进 而这几年来供电设备的强化 去年和107年相比较 也让停电问题减少一半 主力来变地预算来进行这个地下化的工程 那我们都会去跟各界去做好协调 来排除这些问题 那这样子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地下化的一个进程 那本市我们的各区 那个地下化的比例 大约是在38%到59%之间 从整体来讲我们整个基隆市地下化的比率是46% 不算高 那我想除了刚刚我讲的这些问题 有带我们去进行客户 我们还是逐年了会去检讨 那我们的地下化还是会陆续的进行 也就是用现在最新的科技 我们来做好这些转工的能力的提升 能够缩短我们的停电时间 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停电的范围缩小 那我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真的是这几年已经花了相当多的精力 去从事这些相关的提升的作业 那目前这样子执行的成果 从去年的时机 我们的停电次数 已经比107年整整下降了一半 也就是减少了12% 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成效 台电基隆区处进一步表示 因此也希望地方政府 可以依照规定编列预算配合支应 同时因为基隆市道路狭窄 又多维山区 民众反对在住家附近设置地下化配电设备 这一点也很难取得共识 因此也需要市政府和市医会帮忙协助 和民众沟通才能够共同顺利 推动地下化工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方便基隆市暖暖区 一带民众乘车到台北市南港展览馆 南港转运站 以及松山车站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 结合市议员林敏勋 以及林恩典一起争取 基隆客运从新北市的瑞芳车站 行进基隆市暖暖区 再到台北市松山车站的 跳蛙公车新路线 暖暖区总共设置三站停靠点 跳蛙公车APP开始可以上网订票 8月15号正式发车 为了方便基隆市暖暖区一带民众 乘车到台北市南港展览馆 南港转运站 以及松山车站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 结合市议员林敏勋 以及联恩典一起争取 基隆客运从新北市的瑞芳车站 行进基隆市暖暖区 再到台北市松山车站的 跳蛙公车新路线总共有十站 暖暖区内总共设置有 幸福华城 血液山水 以及暖暖邮局三站停靠点 跳蛙公车APP开始可以上网订票 保证有座位 更可以使用双北1280月票 8月15号正式发车 这一次和新北的1280的月票 我们可以挂在一起 第一个就可以省了我们很多 荷包里面的问题 那帮我们解决这个通勤族 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就可以省了很多 第二个就是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 跳蛙公车是吃1280的月票 那包含之后我们如果到台北之后 要转成我们台北市的公车 台北市的捷运 双北市的捷运公车 都可以在符合1280这个月票的这个架构里面 那让我们的通勤族可以有点小确幸 因为透过APP订票 所以你在这部车上 你已经先付款了 一定有你的位置 那客运公司也会很安心说 我多拍一台车 不会因为多拍一台车而去浪费成本 所以等于是双赢 甚至严格讲起来是三赢 因为对于新北市跟台北市政府 他们能够把高速公路上面的运量 做最大的优化 变成是说如果这个事情一成 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愿意去搭这条车的时候 我们的上班族 我们的通勤族 可以早一点 确定搭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 我们的客运公司 可以不用在离风时间 继续花费沉没成本 去让自己亏钱 而新北市跟台北市政府 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面 他们的交通流量 不是小客车过去 而是公车过去 帮他们不管是在 local的交通流量 还是停车位上面都会有帮 这条暖暖松山线 从瑞芳车站发车 经过节鱼坑站 四角亭站 幸福华城站 血液山水站 暖暖邮局站 上高速公路 到台北南港展览馆站 南港转运站 玉城国小 再到终点松山车站 可以疏解 基隆市暖暖到台北市南港 和松山尖峰时段 几乎客满的旅运需求 但是这条跳蛙公车路线 能不能够顺利经营下去 也要看日后乘坐的客源量 因此副议长林佩祥 和市议员林敏勋 以及联恩典 都呼吁民众 多多搭乘这条路线的 跳蛙公车 乘车是蛮M型化的 就是上班的时间 尖峰时刻非常多人 那这离峰的时候没有人 那下班时刻 尖峰时刻也是非常多人 要回来 那可能会变成是 车辆搭不到车 那未来我们这个 用跳蛙来补足 这个原本现在现有的 1088跟1061不足的问题 只要一补足之后 乘客树养成一多之后 这个班次广泛 8月15号通车之后 这个两周以后 我们在各个的站体 包括现在最多的 保墙吉祥 或者是定祥 李明慧堂 还有这个定列国中 还有这个协议山水 等等的 这些现在有的站体 我们都会把它增加回来 这条跳蛙公车 可以接到文湖县 板南县跟南京东路的捷运站 这样是对我们在暖暖区的居民 去上班上课 是非常方便的 而未来 只要大家有需求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人数一多 我们会在新开 不只新开 新增班次 还可以新增站 林佩祥进一步表示 非常感谢包括 新北市副市长谢震达 新北市议会副议长 陈宏元 台北市议员徐铛 以及新北市议员林一起 共同协助 让这条跳蛙公车路线可以开通 预估基隆市暖暖区道 台北市南港松山 可以减少20分钟以上的通勤时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百年中元 代代相传 国家第一号无形文化资产 基隆中元季 黄姓祖朴 隆重登场 在台湾 有一项活动 深具文化传统 与文化的资产意义 它 见证了民族的作恨与苦难 展现了子民的悲悯与智慧 深具文化传统 及文化资产意义 基隆中元季 黄姓祖朴 隆重登场 基隆市新义区美的世界社区 因为位在管线末段 加上最近天气炎热用水量大 这三天自来水水压不足 虽然有装加压马达 但是只能空转 80户的居民无水可用 苦不堪言 自来水公司紧急开来水车 先提供用水 打开水龙头 居民说这样的水量只能够浇花 根本上不了二楼 这几天缺水的情形 大概已经延续了 今天应该算第三天 第三天 那我这边还好 是因为我自己家里有水塔 所以大概家里面用水没问题 但是户外的 表后的水 就是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 那压力也明显不足 那如果像社区民众家里 如果没有抽水马达的 基本上水是上不去水塔 住在隔壁的邻居更惨 水龙头根本没有一滴水 这里是美德世界社区 去年12月才发生缺水 长达十多天 事隔半年 夏天又面临缺水 虽然只有两三天 但已经让居民受不了 我当然是困难 怎么说 没有水 因为我那边还有很多花都要浇花 本来有储水啦 储水都顶多也是一天啦 对 不然人生用水就去亲戚家里 这一半四五天就水垢很多 那一半六天就好像都没什么水 那现在完全都没水 现在水龙头滴不出来了 一滴都不行 可能那边还有耶 对啊 怎么洗车 对啊 这都打开了都没水啊 没办法洗啊 不敢洗啊 周末假期缺水 居民都在家 地方里长 何思议员 何淑平 赶紧联系在水公司 晚间五点多派水车来供水 只见数十名居民 不管大人小孩 都挤在水车前 提着水桶来装自来水 晚上六点多的时候 就派仁爱区跟新义区的 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来 就是每个那个消防栓 都进行排气的一个动作 然后也调度其他 做这个排气的动作是因为 调度其他区域的水过来的时候 以免他们水进来的时候爆管 所以说他们先做排气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昨天就寻一寻 结果后来我们这个美的世界 这里是属于高地给水 又是末梢 然后整个大声道坑地区 又是属于晚高峰 就是晚上八点到十一点 所以说怕说 从别的地区 掉水过来的时候 水压过来的时候 十一点多 我担心美的世界这边还是没有水 所以说就拜托我们自来水公司 调度一台水车九点半到达现场 让这个我们美的世界的居民 能够取一些水备用 然后到十一点多的时候 水车才离开 那也非常感谢自来水公司 今天早上九点半 然后马上派技术人员 来美的世界尽情检查维修 自来水公司从周日下午进行巡检 将自水阀空气排出 周一早上水量已经有明显增加 针对美的世界不到半年 缺水事件再度上演 在水公司也做出了说明 星期假日的时候用水量特别大 那因应这个状况的话 我们势必要满足全面性的一个 供水正常的话 做供水调配 那由于这个做供水调配的状况之下 那水池上面的那个水位 可能会变化大一点 变化大一点的话 那整个气这个气主气要排的话 还要需要一点时间 面对今天面对这个美的世界这个状况的话 那我们除了这个除了说 我们那个当时那个水车之外 那我们人员也从这个星期日 整个为了这个调节调配 我们人员就加班工作到11点多了 但针对目前这个现况的话 我想我们之后 针对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因为一些排气不足的因素 那我想我们会请我们这个集水管理单位 就是定期每个月来检视 这个它的这个相关的管线设备 以及它排水排气的一个状况 那以上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随时跟我们那个自来水公司 那个服务所这边联络 我们会及时来做一个反应处理 居民都有反应 三年前他们改管之后 才有这种陆陆续续缺水的问题 那我也请自来水公司能够查明原因 是不是三年前改过管线之后 才造成民众这个缺水的原因 那如果说是真的是这个原因 是否他们还要再延续新的方案 来把自来水管改好 让我们民众可以免受停水之苦 原来美的世界社区 互数增加用水量成正比 因为处于管线末端 夏季用水量大 要采取调度加压 未来将定期巡检自水阀 让管线空气排出 避免水量不足的情形再发生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暑假是潜水旺季 有潜水爱好者号召近百名志工 发起近海活动 连续四天在基隆沿岸海域 清理海洋废弃物 最后总共清出了1.5吨的垃圾 其中连流动厕所的门 都被掉入海里面 可见人潮污染海洋情况相当严重 海洋志工潜入海里 却不见美丽的珊瑚和成群的鱼儿 眼前所见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塑胶 鱼网 保力笼 包装子等废弃物 宛如是小型垃圾场 海底充满各种垃圾 浑浊的海水能见度不佳 只有几只小鱼到处乱闯 但周围都是宝特瓶 画面相当讽刺 早晚早就应该有人来清 我们动作还是慢一点 应该早点就汇取大家的力量 来把这些东西清掉 有点痛心 大家都是玩海的 那要维护好大海的环境 我们才能玩得更久 我们要把大海保护好 最好是大家组织 大家去浸滩这样子 比较持续维护它 海洋志工潜水清理垃圾 令他们震惊的是 就连厕所的门都出现在海底 有点难过 因为看到有甚至还有门 就是有点夸张了啦 对啊 如果大家能够从自己出发 就是首先先不要丢这些垃圾 那我们也不需要清那么多 搬这么重的门这样子 对啊 所以也是要呼吁大家 能够平时有垃圾的时候 就要注意不要让它流入海底这样子 潜水志工和游艇业者 合力将流动厕所的门 从船只拉上岸边 地点就在金融碧鱼港 近百名的海洋志工和多艘的游艇 连续四天进行进海任务 总共清出了多达1.5吨的垃圾 避沙鱼港 跟八斗子中间的港口 这里有居了很多宝特瓶啊 还有家庭的一些废弃物 然后我们动用了百人 然后百人然后三艘船出去 进了将近近盾的垃圾 那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起来 应该差不多一顿五一顿六的海洋废弃物 而且都是宝特瓶 所以我们海洋的垃圾真的是非常多 我希望借此让民众知道说 我们所有的垃圾不要往海里面丢 要做好垃圾分类 尽量把垃圾带走 不要留在我们海洋 危害我们海洋生物 今天也是很谢谢大家 这些职工来参与 看到了这些宝特瓶也好 门也好 它对海洋生物的伤害是非常大 尤其是珊瑚 它只要一覆盖在上面 我们海洋的珊瑚就会死掉 那海洋珊瑚跟我们陆地上的树木一样 当我们没有树木的话 那些虫没有鸟没有 那就整个生态都会改变 包括海洋也是一样 那路上有环保局的人也会清 那海洋就是靠这些潜水的志工 他们尽心尽力的 将这些海洋汇气物清上来 长期拍摄三月行角节目的导演麦绝明 拍过无数台湾美景 却不曾想到海底世界 竟然变成这副模样 就是让我们觉得要非常的省思 就是说我们竟然制造那么多的垃圾 那它可能很多管道 可能是从山上 从溪流 从都市这样冲下来 那当然也有一些机会进来的 可是可以发现很多都是 我们日常生活会用到的一些物品 所以我觉得这样给我们一个解决 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自己 要从根源做出 就是可能要减速 然后少用这种一次性的塑胶 就真的 因为在这个海洋就看到太多的塑胶 可以拿到这种东西 夏天正当人类开心的玩水 却忘了海底下充满垃圾 这些垃圾不仅危害海洋生物 也让这个地球环境面临暖化等问题 呼吁民众要好好反思 珍惜大自然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二南充满厄 三岁 二岁 三岁 一岁 二岁 五岁 五岁 一岁 百年中元代代相传 在台湾有一项活动 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的资产意义 它见证了民族的作恨与苦难 展现了子民的悲悯与智慧 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资产意义 基隆中原季 黄信竹谱 隆重登场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都ини velvet 换中家宽屏